開家門 十平大的空間 抬頭一看 天花板已經明顯往下掉 隔壁間也有同樣狀況 每天回到家都提心吊膽 屋主拿細酸蓋板 修了又補 但是 漏水問題長達好幾年 家裡面的狀況已經夠糟了 走出家門你可以發現 走廊的天花板塌陷的更嚴重 都快要接近我的頭部 而一旁的牆壁也破掉 鋼筋水泥全部裸露在外 公共區域也全是纏繞的危險電線 每天起居的生活昏暗擁擠 一整棟的圍樓根本難以想像 人住在裡面 過去被稱作是貧民窟的三重二十九間 儘管五年前市府曾答應會大力改善狀況 但居民透露都是假象 翻新的樓層只有一二樓 三樓以上是住宅 現在還有高達四十戶以上的居民住在裡頭 消防局也曾多次到廠會堪 主動到住戶家裡安裝住景器 但住在裡面的人多半是低收入戶 甚至還有年滿六十五歲申請皆有資格的人 但當意外來臨時幫助確實有限 過著已居般的生活安全對他們來講 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想 三重重新落附近商圈多 更緊鄰台北橋 不僅是三重的重要交通地段 還是三重的精華區 但距離附近幾百公尺的旺德副大樓 內部構造區和外界行程強烈對比 成三重人眼中最黑暗的角落 你看你看 你看這個就是烈鹽 對不對 這個烈鹽就很清楚 今年七十四歲的賴先生 以為買到寶地 如今感嘆 根本是花錢賣罪售 四十五年來三重二十九街 就發生八次火警 七十件治安案件 二十起毒品案 十起傷害案 近兩年在警方努力下 毒品和遣案終於降到勝各位數 但說好的都更 人遙遙無奇 大家都想要都更 怎麼不要 本來就是要都更的啦 就現場的時候就來 可能要都更 大家都要 攤開地圖 二十九街就位在鬧區 旁邊還有天台商圈 狹長狀的佔地共四百四十六坪 只是目前這棟樓分數一百九十九人產權 恐怕得找到最初倒閉建商 文林建設這群人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才能招商火化 那結構屋他們當時出品的結果 是說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結構補強 因為他們的管委會已經成立了 應該經過他們管委會 自己去做一個決定 假如他們的意願超過百分之五十 我們就可以協助來做一個規劃 再跟他們辦說明慰 二十九街如何擺脫台版九龍寨的二名 都市更新處也認為 管委會需要主動積極 但卻又面臨不少屋主名前的窘境 二十九街在官民都說自己無能為力的狀況下 必定成為三重都市發展的半角石 三星完戴維成熊雲新北昌報道